其实我觉得刚才特别有点的是 比如像什么女孩北漂 然后她遇到那些 那些被抢劫被人打门那些 就特适合了 这到你了 你得透露点事来 到你了 我也被那个坏中介骗过 就比如说她 比如说她让签两份合同 然后你签了第一份之后 她又带了你去一个中介公司 又让你签了一个 然后交两个中介费 然后你不想签了 然后那个中介费她也不退你了 就是那个黑中介嘛 现在也有 那俩你还真签啊 就当时小呀就不知道 就是小的时候你不懂嘛 你下签合同 然后这合同签完之后搞的 你可真没少下签呢你这人 感觉从哪个各种方面都签了 大家我跟你说 其实是真的就很多 音乐人他都爱下签合同 不光是我一个 所以说到这里呢 大家就是那个提醒 广大网友不敢做什么职业的 反正签合同呢 还是要慎重 慎重 不要把自己料理 还是要谨慎 所以说其实呢我本来 平常会比较推出一点 业务就是做这个 咨询业务啊 对因为我这边还有那个 比较专业的法务 法务顾问 都一聊到了业务上干了 对对对对 法务顾问包括法务顾问 都是原来就是 我们合作过的比较好的同事啊 都可以提供大家 咨询费呢 就留意之后的项目介绍 中国这块还是比较空虽的 国外人还是对法律 法律支持比较清楚的 而且国外人就包括说实话 比如说咱们在公司里的 租资幕后这行 我说细节是哪种 就是跟一人谈的差不多的话 后边的工作 其实应该是法务跟进的 对因为细节是 就是法律条款 对 很晚